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花风陵木现在在台湾非常的普遍 这也是引进来的这个观赏的花木 属于桥木的性质 花开的时候有时候叶子都掉光了 全部都是花 非常的热闹 而且喜气 它这个花的形状有点像风陵 所以又称为这个风陵木 风陵木有黄色的 还有这个红色的 我们现在画的是那个 对开调屏 就是长条形的对开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可以把手机就换个角度来看 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画白头翁 白头翁是在这个都市里面 乡下都是很常见的鸟类跟麻雀一样 一般画鸟我们都先从嘴巴开始 嘴巴画完之后画眼睛 眼珠子画完就把眼圈勾起来 勾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个毛 先把它处理起来 那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眼眶啊 那个白色的那个框框 最好不要让墨匀进去 所以我们事先把它处理起来 再来我们画这个头上的毛 那白头翁的头上的毛 有一撮 后面有一撮是白色的 假如说完全画成黑色 这变成乌头翁 现在是把笔稍微擦开来 流出这个白色的这个头部的羽毛 好了 现在再来画下巴附近的羽毛 也是把鼻擦开来 接着我们来调颜色 这是背部的毛 我们把背部的羽毛画出来 再调一点黄绿色 那黄色稍微多一点点 画的时候印比要简洁 画完之后我们再沾沫 再稍微勾勒一下羽毛的地方 趁着这个胃干的时候 这样墨跟色能够融为一体 接着我们准备来画这个尾巴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这边有点点 有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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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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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